传踏记忆 现在已经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也算是我们国家最古老的印刷树 它的起源非常的悠久 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花园地是在河南的洛阳 当时是在冬奔末年的时候 我们知道一个叫蔡公子 他是书法家 他也算是个判客政治家 他是个文学家 他写了儒家经典在石碑上 据说当时写了49块石碑 每块石碑的高度是三米 宽的话是一米九十四十九块 当时写完之后找到课在石碑上 然后这49块石碑立在了今天的海南影书那边 立在那边 后来全国的那些读书人就去看 看了之后发现了 就在那边特别麻烦 那怎么办呢 于是呢 当时的艺人就发明了这些技术 把纸附在石碑上 然后用船踏的话就把它踏出来 踏出来之后就可以不断地流传开了 你这个叫全踏是吧 对 船踏 在船踏的技术之上就发明了我们的印刷术 所以这些技术呢 它对中华文的这种 光度和影响是非常的深的 因为有这些技术 所以什么四大发明的印刷术 印刷术出现了 那我们各种各样的书籍就能不断地印刷 对同书人 对整个民族的文化的这种传承 影响是非常深的 在这个技术上又发明了船型踏 船型踏它就是把一个物体踏的是安全立体的效果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那种照相机 就照相树 所以我当时写了一份文章 介绍这个介绍船号2000年级的照相机 两套一样的 我跟你一样吗 它的发源地在河南河 在河南河 我们当时就是去那边带的石碑 然后后来在船踏的手上又进一步发明了船型踏 船型踏呢 你们可以看到 它是这样的 这个是船型踏 这是季性能力对高的也是最厉害的一项 全形踏 这个全形踏的发源地就是在河南河 这个是橡树 这个是金墨 但是它不是真的环境 它是那个效果 像刚刚我们看那一幅全形踏的作品 像刚刚我们看那一幅全形踏的作品 尽量的要清晰 其实主要有一些凹凸的 都是可以这样踏出来的 是的